只要不太过激烈 基本上多运动还是对健康有益 而为了鼓励30岁到44岁的青壮年市民 培养运动习惯 台北市体育局明年将会送出运动半价券 每个人一年最多使用12次 在台北市的12家运动中心都适用 外头天气冷 里头运动中心 每个民众却是穿着背心短袖 晦汗如雨 运动的好处只有身体力行才了解 台北市调查发现 30到44岁的青壮市民 最不爱运动 只有三成的人会保持运动习惯 因此台北市体育局 准备在明年推出运动半价券 给30到44岁的市民 一年最多给12次 可以在台北市12处的运动中心使用 能够半价的话 可以减轻不少的负担 那这样子的话 运动的心情也会比较强烈 我觉得还是要透过爱运动的人 把他们拉来才有用 市民觉得有运动半价券 可以省一笔到运动中心的费用 应该可以鼓励更多人来运动 但也有人认为 不爱运动的人 或下班太晚 工作太忙的人 不太容易走进运动中心 给运动半价券的效果有限 台北市体育局表示 具体方案会在明年一月底前公布 希望借此提供诱因 让民众在青壮年时期 就养成运动习惯 进入老年才能保有较佳的身体状况 记者王崎如辰 新东台北报道